外面和熱心歷史 那麼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歷史政府、以及什麼東西 以及我自己做的專案和一些 對對對 OK 然後以及一些我對於就是Open Data的一些介紹 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想法跟大家分享 那麼首先關於我 我叫Ronnie Wong 那就是這邊有一些我自己的收集Data 我自己做的一些東西的作品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 就是想要看一下有什麼資料可以玩 然後我曾經收集過什麼的 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對於上面的資料 因為我自己做的作品集 我大部分都有把資料再把它丟出來 無論多大資料我可能就抓MAS 丟比他玩什麼都會亂丟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這些資料拿來使用 然後遇到問題的話 都隨時可以E-mail給我 我的E-mail在這裡 那我自己 然後我自己本身經歷 就是我當過江峰大學CCA的會長 然後我在皮革邦當過技術研發副理 然後後來我再一個新上公司 叫走巴旅行一次 我大概在技術研發協定 那現在的話我跟李慕約 李慕約就是下次回來分享的講師 我跟他合夥做一個shuth.com 那我們這個shuth.com主要是希望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open data 大部分都只能做到兩顆星或三顆星 那我們希望三顆星的資料 丟到我們這邊後可以升級為五顆星 那關於什麼是三顆星什麼是五顆星的 那我在後面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麼首先我先從臨時政府開始介紹一下 臨時政府是什麼東西呢 有些比較顏色特別的媒體 他們會說臨時政府是什麼 聽不到 聽不到 這邊這邊 應該記得他再說一次 那個台北的朋友可以再說一次嗎 那個好像是摸錯的耶 哪個摸錯 好,謝謝 哦,沒錯啦 可是我們是公開演講的 所以 應該可以繼續,沒關係,謝謝 對 可是他的剛剛意思是說 有別人在找人,叫我自己去 但是因為我們去公開演講 好,那我又去好了 像之前就有一些 比較奇妙的媒體就說 Ginney B是什麼 什麼台灣國臨時政府都真的有個臨時政府 是想要搞什麼革命 還什麼要推翻現在政府的 好,那些媒體就算了 什麼中差 那其實臨時政府為什麼會起來呢 臨時政府會出現 最主要是從這支廣告開始的 其實這廣告應該大家可能都有些印象 這廣告是2012年10月的時候播的 然後播出來之後 貼到YouTube上了 然後很快就被一堆人按鍵不喜歡 然後後來被檢舉下 就因為弄了一個經濟動人推推方案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花很多錢 我們要搞經濟動人推升 那至於你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這東西太複雜了,我也不想跟你們講 所以讓我們做就對了 這支廣告就是要傳達這樣的訊息 那其實這廣告的確 剛出來的時候就激怒了非常多的人 然後上YouTube後被一堆人按不喜歡 然後被檢舉是詐騙影片 然後又被下架,現在也沒有放回來 這是後來人家在備份的影片 那這個廣告其實就真的是激怒了很多人 然後那時候最主要激怒了兩個人 一個叫Kirby,一個叫CEO高位 就是GV的創始人 那他們看到這廣告他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政府會認為說 就是我跟你們講你們也聽不懂 因為政府不是應該要把這些資訊 讓大家能夠更容易看懂 所以他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就去找了哪邊有政府是怎麼花錢的資訊 於是就到了主計處上面 有找到有一個叫做中央政府總預算 那政府的錢是有分預算跟決算 預算就是他們所有的立法委員決定說 接下來今天各單位跟立法委員說他們需要多少錢 然後立法委員經過統一之後 然後最後整理出一個預算表 說明年我們國家可能要花多少錢 花在什麼地方 這邊會有每一年的預算表 那麼每一年結束之後又會有一個決算表 就實際上花了多少錢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我們政府把錢花在什麼地方 那這邊就會 只要去主計處找預算表 這些找到很完整的資料 但是如果你進去看你會發現 首先就是每一年都是有這樣子 每一年點進去都有不同的表格 然後進去裡面之後又分成了非常多這種表格 有什麼稅入稅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什麼簡明對照表 什麼余卓簡明比較一堆 就每一年份可能都會有二三十個ECL檔 然後二三十個ECL檔 你隨便點一個進去 什麼依照什麼預算總表等進去看 會長這個樣子 那它裡面又會分為 就是有什麼國務支出啊 行政支出 立法支出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哪個單位主管 是總統府行政院立法司法監察什麼的 那是哪個單位主管 那這邊你就會看到 每一張椅子的表面都有非常非常多數字 非常多文字 那如果真的你要叫一般的老百姓 去一個一個看這些資訊 的確沒有人能夠看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Kirby跟Ciel高以及還有三位朋友 就是五個人 他們就一起把這些資料好好的整理 就是他們寫了一些程式 然後把這些ECL全部整理出來 然後最後他們就把它做成一個 這樣視覺圖表呈現 這呈現我們會看到很多資訊 例如說 這邊每一個圓圈 就是一筆政府的預算的支出 圓圈越大 表示這個錢花的越多 那如果到時候 大家可以上去玩玩 還是我直接看給大家看喔 這之後大家也可以進去玩 它叫Budget.git.tw 預設看到就是一堆圓圈 你每個圓圈點過去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圓圈是什麼 例如說這個是 國防部所屬的 後勤及通知業務所花的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這邊就是會有 就是每一年的變化 就是這一筆支出 每一年花了多少錢 那如果是黑色 表示這是今年才出現的新預算 如果是紅色跟綠色的話 紅色表示說這東西 跟去年比起來 它降低了很多 那綠色相反就是 它比去年增加很多 那這邊整個這樣看其實很難看 所以可以選擇一正式別而來 分割 就是例如說 國防支出 我們現在總共花錢 我們納稅員的錢 大部分都是花在國防支出最多 然後國防支出最多 就是花在軍事人員的費用 然後再來就是社會保險 所以這樣子其實 比原先一百多個E-Sale黨 好看很多 就是讓大家更容易知道 政府到底把錢花在哪 這邊也可以切換成主管單位 我們教育時也花滿多錢的 那麼這邊其實還可以看到很多的 就是把這些數字做其他的 其他的呈現方式 例如說 這邊有鳥看圖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是這樣子 更容易比較說 一個單位的 到底花多少錢 金額花多少 然後這邊還很貼心的 幫你換算成 譬如這是等於五十億個 胡鬚章滷肉飯便當 如果你想要切換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單位 可以讓你切換 例如營養午餐 幾個夢想家之類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呈現 其實政府覺得很難跟大家說明 他們做的什麼 其實沒有那麼難 你只要找到正確方法 其實是可以讓大家更了解說 政府怎麼花錢的 政府怎麼做的事 政府想要傳達什麼東西給大家 那當初他們就參加了 Yahoo Hack Day 然後在Yahoo Hack Day 他們就是做了這個作品 然後並且得到了佳作 這邊就是CV廣告村長 然後這是Kirby 然後他們那時候得到佳作 拿到五萬塊獎金 那他們先拿這五萬塊獎金 吃燒肉 然後慶功 然後吃完燒肉之後 還剩幾萬塊錢 因為燒肉也不會吃到多少錢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這些錢我們要怎麼辦 剩下錢怎麼辦 於是 那時候CV廣告就決定說 那我現在註冊一個董名 要繼續迷你家 我們來搞個臨時政府 讓想要做這方面 把政府的資料做清理 做視覺化分析 這個視覺化組員 全部聚在一起 然後我們來看大家 搞些什麼東西出來 來做個黑客松 於是2012年的12月1號 臨時政府第一次黑客松 就這樣辦起來了 就是靠那個家做的那些錢 那什麼是黑客松呢 黑客松是從美國那裡傳過來的 它是單字就是黑客松 這個字 它這個字 它這個字是由 黑客加馬拉松 兩個字組成的 意思就是 黑客加馬拉松 然後 它就是把一群黑客 關在一起 然後像馬拉松一樣 不間斷的想辦法去炸 開始炸出一些什麼東西出來 例如說像 像YahooHackDay 那時候他們的做法就是 他們一整天的時間 然後一開始就是 有人提案說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再花一整天的時間 就是這一群人 看能搞出什麼 那也有些人可能 本來就是 也不知道做什麼 那他覺得誰的 誰的想法是可以去幫助他完成 那就可以跟他一起組一隊 把它弄好 那麼以臨時政府黑客松的流程來講 那首先 一個黑客松出來的時候 必須要先報名 報名的話 通常現在都會在 KATIS這平台公佈消息 那因為現在場地 通常都是在中演院的資訊所那邊 那邊因為插座跟電源有限 插座跟網路有限 所以通常名額都會限在120人左右 所以通常那現在 只要放出報名訊息 大概一個小時不到就會搶完 所以大家可能 下一場會在4月左右 那大家到時候看到消息 可能要搶比較快 然後報名完之後 同時他也會放出一個 Google spreadsheet 就是讓大家可以填說 你有想法的人可以上來提案 那提案的表格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每個人會有3分鐘的時間 然後3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找個空的時間 然後填一下你自己的ID 然後你想要提案什麼主題 就是你發現這有什麼社會問題 你覺得可以透過程式的力量去 去讓它更好去改進 你就可以在那邊提案 不過 那個 沒有想法 沒有想法也沒關係 你可以先去再說 因為 給的提案名額大概只給10幾個 剩下120個人 其實大部分90幾個人都是沒有想法 都是先去再說 所以其實就是去再說吧 然後 到了當天早上9點40分開始 就是提案者每一個人都有3分鐘的時間 3分鐘的時間 你跟大家分享你的idea是什麼 就是 你有發現到什麼社會問題 然後你有想到什麼樣的解決方法 然後 為了這個解決方法 你可能需要什麼樣的人 例如說 我們需要後端功能師 我們需要前端功能師 我們需要做APP 我們需要一些 能夠 比較熟悉媒體 比較熟悉法律的朋友 什麼的 反正你就在3分鐘的時間 你跟大家講這些事情 然後在場就是100多個人在那邊聽 然後全部人都分享完成之後 接下來就是 聽完一輪後 最後就是有 會讓大家有一個自我介紹的時間 但是這個自我介紹 如果每個人都花時間自我介紹 每個人講個1分鐘 其實1天也都快結束了 所以 臨時政府的自我介紹 會濃縮成說 你要介紹 你要講你自己的 你怎麼稱呼 你的ID是什麼 或者你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再來講跟你自己有關係的三個關鍵字 例如說 你熟悉什麼城市語言 或者是 你熟悉什麼領域 例如說 我是農業 什麼公務員 或者是 我是 教育 教育法律 反正就講三個關鍵字 讓大家知道說 你是在哪個領域的 那麼 講完自我介紹之後 現在就可以各主代開 各主代開就是 你覺得剛剛在台上講了十幾個提案 誰的提案 你覺得 這的確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正好我的能力 好像可以幫助他 我們可以一起完成 那你就可以過去找他 說我可以幫助你 那我等一下 我會 demo一下我當初 提案新聞小幫手的時候 的那個情況 然後 這樣子 分組代開之後 然後一天進行下來 一直到下午五點鐘 就會來一個成果展 那這個成果展 就是看看 剛剛各主代開的 每一組做出來的成果如何 但是其實就像我們大學 跟研究所時代 我們做報告值 通常在Daya以前交出來 很多時間都是交出來的 屍體 那花一天 其實你要做出非常完整的成品 也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通常下午交出來的屍體 也都是有蠻不錯的效果 而且那一天 就算你交出來是屍體 就是分享給大家看之後 也很多人會在之後的時間 就是再早時間 把這東西做得更完整 那很多專業就是 在黑客送出來一個成品 一個屍體 但是之後就變成 就是非常棒的產品出來 那黑客送除了這些東西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食物 就是有滿滿的食物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披薩 非常多非常多的炸雞 非常多非常多的樣子 各式各樣的外匯 然後還有雞排 雞排這個我要講一下 就是之前有一次 就是雞排妹的粉絲專業 他貼了一則新聞 那個新聞上面寫說 現在好像民主制度 越來越變成從一人一票 然後變成一塊錢一票 就是越有錢的人 好像越有 越有就是那種社會上的那種 發言權利 然後那時候雞排妹分享這則新聞 她在下面寫說 請問臨時政府覺得 這應該要怎麼解決 然後這時候就很多人覺得 哇 雞排妹竟然也知道臨時政府 然後就有人說 那我們下次黑客送 要不要找雞排妹吧 然後後來那時候是沒有找 但是就有人帶了很多很多雞排來 然後黑客送的過程中 也很多人會在那邊聊天 分享 因為像我剛剛講 黑客送大概一次報名會有120人左右 那麼其中有一半是成立設計師 剩下的會有一些 譬如說是設計師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熟悉專案規劃 或者是有很多是律師 很多是新聞界的朋友 很多是NGO團體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會變成也是一個大家可以交流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談論一些 對於最近社會議題的看法 或是不一定要提案 就是去那邊交流其實也會有非常多的收穫 然後所以臨時政府到現在已經做了 已經十幾次的黑客送 那麼也做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專案 那我等一下會介紹一些專案出來 那臨時政府後來也開始慢慢走向實體化 就是除了敗黑客送以外 在之前的太陽花也有進行一個線路送 就是幫助太陽花他們將議場內議場外 各式各網路基礎架構建設起來 那當時也有很多人去那邊 就是想辦法弄各式各樣的線路 想辦法去怎麼跟中華電信拉線路 然後怎麼樣確保說各議場裡面 直播是可以順利地被傳出來的 那當初也有留下非常多非常多的就是技術文件 就是他們是怎麼樣做到這件事的 所以像後來白色正義聯盟也想要弄一個挺警察 還是挺什麼的活動的時候 他們也有去跟就是跟當初做線路送的那些朋友 問說他們也想要弄那可不可以 那他們說OK啊那我們這邊也有文件 那麼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就是跟我們講 因為就是軍營很多人的想法就是 反正我們東西就是開放透明 那管你是什麼立場的 反正我們只要開放透明就好了 讓大家都可以檢視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這事情是怎麼進行的 那麼軍營還有開發出一個叫hack folder的一個工具 這工具是可以幫助你把各式各樣的資訊匯集起來 例如左邊就是有非常多的hackpad 或者是一些直播 youtube的直播 或者是一些共筆的文件 所以像當初太陽花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都是把這邊當作首頁 因為左邊就有列出非常多 譬如各地方的直播情況 各地方的舞台上面大家在講話 演講的內容 然後甚至還有各式各樣文字 竹字稿之類的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那麼香港有個團體叫covohk 它就很像台灣的臨時政府 那他們那時候在戰中的時候 也將就是hack folder拿去 然後稍微做修改 然後就做成一個戰中的版本 其實香港跟台灣這邊交流還蠻多的 像香港也蠻多 就是covohk也蠻多的會來台灣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我們之前 GINV也有一些參與者 也有去香港跟他們做交流 所以像很多人過去都認為說 臨時政府好像是個反政府組織 就是大家當然喜歡 就是貼照貼紙說今天 今天拆到我們今天拆政府 然後要很強調說我們過去是fuck the government 但其實與其說fuck the government 不如說我們比較追求的是open government 我們想要的是把政府開放出來 把政府拆掉後 原地從業出一個更好的政府 我們要把政府的資源 讓大家更容易的共產 更容易的使用到 那麼GINV是很強調 就相信open source跟open data 因為今天有open source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將這個專案做修改 然後研發出他們新的一些想法 那只要有open data的話 那這些無論是你的資料的應用 你可以用在不同地方 或是之後還有人來檢視說 你這些資料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個open data 來去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GINV也很強調的就是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就是今天如果你覺得有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人做的時候 那麼你就必須要先踏出第一步 你要講出這問題在哪裡 然後提出你的想法 那自然就會有非常多的沒有人 會跳進來一起幫你把這個想法延伸 擴大 最後就一群沒有人 就做出了一些 能夠讓 就解決這個問題的一些解決方案 因為我們相信沒有人是萬人的 所以交給沒有人是最棒的 那麼我自己為什麼會進入open data 以及進入臨時政府呢 我是起源於這件事情 就是內政部實價登陸 那時候內政部實價登陸 那時候內政部實價登陸 是差不多2012年的9月還10月那時候 那時候內政部放出了一個實價登陸的服務 就是讓大家可以查說 那個各地方的買賣的房價的情況 那政府那個網站其實還蠻難用 有人用過那個內政部自己的網站嗎 實價登陸網站 那我這邊看一下多難用喔 哇賽 總之它的介面其實就是還蠻難操作 因為它你要查任何一個地方的房價 其實你要選的選價很多 例如說你必須要先選它是什麼區域 然後你要再輸入它們的號碼 然後你一次可能只能寫是無筆 所以你要看更多的話 你都會一直換頁換頁換頁 最多好像只能30筆之類的 那而且它很奇怪就是明明就不需要登陸的東西 它去動不動就讓你輸入一個驗證嘛 那其實這網站利益良好 就是資訊對大家來講非常有意義非常有幫助 但是就是很難用 那當時有三個Google工程師 他們就是寫了機器人 把這上面的資料全部抓下來 然後另外做一個民間版的10家登陸地圖 那這個地圖其實就好用很多 首先因為它用的是基本的Google Map 所以其實大家熟悉用Google Map 要選到你要的地點其實就很快 比這個政府做了一堆這種介面好太多了 然後它也做了一些視覺的呈現 例如說它把這一區的房價匯整在一起 所以你會看到說這一區就是69萬 平均是69萬 你再點進去把它放更大 它就會看到更細 所以哪一區多少錢哪一區多少錢 那它的整個操作流程就比這個政府的好運太多了 那我當初看到Google工程師做出這個東西來後 我就覺得還蠻驚訝就是 其實政府的東西做那麼爛 但是只要能夠把裡面的資料拿出來 其實其他人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那我那時候自己就有點熟癢 就想說那我也要把那個資料爬下來 看看好不好爬 所以那時候我幫我花一個晚上兩個晚上的時間 因為我還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我就寫一個爬蟲 然後把它爬下來 然後那爬通寫好後 然後我就可以去睡覺繼續爬 反正我睡覺大概就 城市就繼續爬著 然後我那時候這樣子 花了大概兩天還是三天的時間 我就把資料爬完了 那爬完之後 我後來就想說 其實我自己花了差不多兩天的時間 去把它弄完 那今天 我可能想說 假如今天有一百個研究團隊 想要研究 或者是想要拿這個持家中的資料 做一些應用 是不是每一個團隊都要花兩天的時間 才能把它做完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浪費掉了 我們兩百天的工作時數 那如果今天 有人把這資料丟出來 讓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是不是就省下這兩百團隊 這一百團隊的兩天時間 那他們是不是可以拿來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而且今天假如這資料是被丟出來了 說不定 不止原來這一百個 有計劃想要做研究團隊 能用到 也會引發到一些 本來沒有想法 但是看到這資料出現了 反而去想錯東西 會不會反而有三四百個團隊 就是因為這資料來送你 所以那個時候雖然我還不知道 open data這個字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隱隱與約 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資料 能夠被大家自由使用 能夠跟大家分享 其實感覺是非常 省下大家的時間 然後能創造出非常多價值的 那我這邊就來介紹一些我的專愛 首先就是新聞小幫手 新聞小幫手的話 就是我剛剛有講說 我在臨時政府有提案的 那我這邊 直接現場demo一下 當初在臨時政府那天 早上三分鐘的時間 我是大概怎麼樣跟大家提案的 所以現在情況就是 在中原院的現場 然後現在輪到我要提案 我有三分鐘時間 大家好我是Ronnie Wong 那我今天要提案的這個專案 就是新聞小幫手 那麼我覺得台灣 有非常多的媒體亂象 那麼媒體亂象 我覺得可以被歸類為幾樣 例如說有公民健忘症 就是好像公民就很長 但是發生新聞就會忘記了 然後也會有很多媒體錯誤非常多 然後以及有些媒體 會有立場偏頗的問題 那我覺得我想要把這些東西 各個擊破 那麼其實臨時政府 已經跟新聞有蠻多有關的專案 例如說對於公民健忘症 有政治啊 有社會議題最終分析 newsweb 腿新聞這些專案 在做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新聞小幫手 我想要解決的就是 新聞的錯誤問題 那為什麼會想做小幫手呢 因為我前幾天我看到 戴利人的臉書 他分享一個這樣的新聞 他說這個新聞是Nonews 然後裡面寫了 月球發現韓國古文明 NASA刻意隱瞞 那時候戴利人就這樣 我明白了 那這個新聞其實能打臉的地方還蠻多的 例如說他說前面寫的都是大陸新聞中心 然後你拿裡面標題去搜尋一下 就會發現2007年時 就已經被證實它是網路謠言了 而且你現在在點進去戴利人的那個臉書去看 這個新聞已經是4010號找不到 所以連他們自己都知道這是錯的新聞 你被砍掉 可是問題就是覆水難收 因為剛剛我們看的畫面已經有1200多人按讚 有136人按分享 所以大家都已經把這個錯誤的新聞放到腦子裡了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讓這些人知道這個新聞是錯的呢 因為就算是他原新聞把這個新聞砍掉了 好像也於事無無啊 好所以我想要今天提案這個新聞小幫手解決的問題 怎麼解決呢 首先就是 只要我想要做一個瀏覽器外掛 只要你有裝新聞小幫手 這個新聞只要有被人家回報是錯誤的 那麼下面就會跳出這樣的訊息說 誒這個新聞已經被人家回報是錯誤的 那麼如果今天使用者看到這個訊息 然後還按讚還按分享 那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麼當然在新聞業本身也要放這個訊息 讓大家看新聞的時候也會注意到這個新聞有被人家回報是錯誤 那麼還有一個很重要 因為有些新聞是事後才被人家回報是錯誤的 那麼我們事後再放這個訊息其實他也看不到 所以我想說他有一個做法是下面可以像MXN一樣 就是當有人回報這個新聞是錯的時候 一回報然後你之前有看過這個新聞就會跳出來說 誒你昨天看那個新聞剛剛被人家回報是錯誤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提醒你說這新聞是錯誤的 你之前有按讚你是不是可能回去取消讚一下 或是你有轉變的話你把這個 成天訊息再轉給你的朋友看 那麼可能我也還可以再增加把這個新聞回報給NCC的功能 那麼關於這新聞小幫手目前我還完全沒有開始動 那麼可能需要的人力有包含就是需要有人做API Server 有人做回報介面然後把它做成瀏覽器的外掛 然後可能回報機器我們要看要怎麼間接到可以直接傳一個NCC 那麼除了程式以外也需要很重要的設計人力 去回報進入回報錯誤頁面 或者是圖牆上面呈現要怎麼樣比較好看 然後或者是同時跳出來的樣式之類的 那麼也可能需要一些比較好的文案 讓大家能夠注意到這些東西的重要 所以這件事剛剛就是在黑客宋當天大概會提案的大概的樣子 我剛剛沒有計時 然後我今天下午還去交代演講 然後那時候我說像NX的一樣跳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現在年輕人應該不知道NX的是什麼 所以當天情況就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我這樣提案完後 然後雖然都提案完 那時候就有六七個人就過來說 欸我對這個有興趣 那我們一起把它合作完成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帶到隔壁會議室 然後桌上就放一個牌子寫新聞小幫手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人都可以過來這邊 欸對我剛剛忘了說明 就是看到他這邊手邊還有貼紙上的貼紙 就是黑客宋當天好像報到的時候 就是每個人桌上會放一堆技能貼紙 技能貼紙可能就會包括各種程式語言 譬如說Python、JavaScript、C、Java、PHP、Ruby 然後也會有很多非程式的 譬如說設計、文字、記者、法律、政府 那所以我們可以在報到的時候 就先拿三張你覺得最 對你來講最有代表性的貼紙 把它貼在手臂上 那這樣子大家在交流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看一下手臂 知道對方是什麼樣的基本點數 我們就可以省去很多人要互相介紹的時間 所以那一天 那一天大家就在那個桌子上就開始搞 搞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到下午五點成果報告的時候 我們做出來的成果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已經是一個可以work的一個流氧器外觀 你裝上去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一天的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做 沒有足夠的時間做出後端前端來讓大家回報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為何能夠交出屍體來 讓對方給大家看 我們那個時候做的是 就是只要新聞內容裡面有吳敦義三個字 我們有些示威的化行為 所以那天的成果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經過了接下來好幾天 因為就是那天黑暗中結束之後 這個東西沒有就結束了 就是大家還是陸陸續續的 在回報一些 就是大家一些程式的修改 所以後來前端後端完成了 然後並且那個回報樣式也變得比較漂亮 所以後來看到就長這個樣子 回報的畫面又變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那個回報的網頁長這個樣子 然後以及再過了幾天後 那個MSN跳錯的功能也完成了 所以如果 這邊有人有安裝訓願小幫手嗎 沒關係沒有最好 所以這樣表示我今天宣傳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好好安裝一下 所以這就是新的小幫手 所以這樣子大家也大概會知道說 如果去旅行這某一個時候的話 大家會知道什麼樣子 那再來是台灣公司資料這個專案 台灣公司資料 當初我是 就是我會想要做這個專案 是因為我那時候 前年六七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 因為統一發生了很多事情 例如說什麼蘇花季啊 例如說什麼牛奶漲價 例如說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那個時候讓我決定說我要抵制統一 但是抵制統一這個東西 不是講得那麼容易 因為到底有多少東西是統一的 這件事情很龐大 那我那時候想說 那有什麼地方可以查到這個資訊呢 然後就到處網上亂找亂找 然後就找到 經濟部商業司的工商查詢網站 有一個可以讓你 輸入公司統編 輸入或輸入公司名稱 然後去查到這些公司相關資訊 你可以查到的是一個公司的統編 然後他的名稱 他的資本的多少 還有代表人是誰 他的營業項目 他的公司所在地 那麼上面也有董監事資料 然後董監事資料進去裡面之後 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公司的董監事有誰 然後以及 假如這個董監事 是法人所代表的董監事的話 那麼這邊也會看到說 他是哪一家 譬如說這是統一企業持股 統一超商 然後他持股的多少股份 這些資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這個地方就是我要的 就是我可以查到 統一企業的關係是哪裡 但是其實像 經濟部商業司這個功能 就是也是蠻難用的 就是他 他每次搜尋都必須要輸入CAPTCHA 然後驗證嘛 而且他搜尋又慢 然後也很容易就是那個 很容易找不到 其他的介面找不到 會讓你覺得好像 不知道是找不到 還是系統錯亂之類的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能不能就是 把他資料抓下來 讓我能夠做應用 那我那時候就 花了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 反正我是程式寫好 然後讓他在那邊跑 我那時候為了 不讓對方有感覺 所以我那程式設定就是 每抓一筆就會死力盒一秒 所以這樣子 對方應該就比較過那個感覺 然後就慢慢抓 抓到三個月 然後三個月就把所有 我就是從統一編號 0011一直抓到9999 然後全部跑完 然後另外他CAPTCHA的部分 我覺得商業司 有一點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雖然有 就是驗證碼 要擋機器 但是我發現好像 只有人失誤才需要驗證碼 如果你用程式就把不需要 對 不過這件事 如果有商業資料的話 我就不會講這樣 因為最好不要把它修掉 所以我那時候 做了一個台灣公司資料的網站 就是大家 之後投影片可能會再寄給大家 那大家也可以點進去看 就是這邊查資料的話 就比較好用很多 而且我還加上 就是你可以依照人民 就譬如說董監事名單的名字 或者是代表人的名字 去查相關公司 那這個東西是商業司沒有提供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強大的 就是你要找到一個人 他跟哪些公司有關係 這個 聽說以前商業司的網站 是有這功能的 然後但是好像那時候是 就是有人 有明天團體 就拿一堆每個立委的名字 丟進去試試看 看這個立委 有沒有在哪家公司 他懂一件事之類 然後很多立委被抓捕很不爽 結果後來施壓 就把這功能拿掉 所以 希望我不要被施壓 我是有被人家警告過 但我沒有理他 然後我有做的就是 依照公司所在地的地址 可以去查說 這個所在地有哪些公司 登記在這裡 所以之前頂星的事件的時候 也有人就是 拿頂星公司的地址 丟進去查 然後就查到非常多 就是頂開頭 然後並且 那個代表的就是 微銀查之類的 然後有了剛剛這句資料 這些資料其實我也都有 就是我每個月會定期更新 上個月的新資料 然後我也就是把 一百多萬家公司的資料 全部都有留在Drobus 所以如果大家想拿這些資料 做一些分析應用的話 都可以就是上那個 台灣公司資料網站 上面有這個資料打包 去上面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也拿這個資料來做出一個 台灣公司關係圖 就是這邊 這張圖 所代表的就是 每一個圓圈就是一家公司 然後中間的線 所代表就是 這公司 對另一家公司有值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統一超在這裡 然後統一超周圍 就二三十家公司 然後統一企業周圍 也是二三十家公司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就可能就是我 我所想要抵制的統一企業 那這個東西 後來也有很多民進團體 有拿去用 例如說 有之前美麗灣事件的時候 就有人拿來 說美麗灣跟大直美麗華 是同個集團 然後跟美麗信飯店 是同個集團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 台東美麗灣事件 也很不滿的話 那其實大家也應該 去抵制美麗華 那這邊 就是大家可以進來這邊 玩玩看 但我覺得這個圖表 還有滿大的改進空間 例如說 像那個 我這邊線條 其實沒有呈現方向性 就到底是 A公司持股 B公司 B公司 A公司 這東西是看不出來的 那後來這些資料 也有一些 就是研究資料分析的 有些做股市分析什麼的 他們有拿去 拿去做一些 例如說 跟國民黨的黨產之間的關聯 蠻有意思的 然後再來是 我們做一個專案 叫求職小幫手 求職小幫手 這個專案 會發起這個專案 是來自於這個新聞 就是2013年 給大家看到笑 HTC 好可憐喔 沒有年終 以科技業來講 沒有年終是多可憐一件事 那他那個時候就是沒有年終 然後 他也常常被 桃園縣政府 跟新北市政府被罰 就是 不給加班費 其實不給加班費很正常 那 他那時候 常常是一個月被罰 2萬到30萬 其實看到這數字 大應該笑吧 2萬到30萬 罰好重喔 所以 那時候就無聊 就查一下 到底30萬有多重呢 HTC HTC員工5000人 然後 絕對不可能只加班4個小時 但是因為法律規定 最多一天只能加班4個小時 所以我用4個小時算 然後 當時最低工資109 雖然HTC人也不可能拿最低工資 但是我就是用最低工資來算一下 然後 法律規定 加班費要給1.33倍 所以這樣算下來 HTC不給加班費 一天是300萬元 所以 你今天政府罰他一個月罰他30萬元 他會痛嗎 那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那個政府這樣罰他錢 其實他根本不痛不癢啊 那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他又痛又癢呢 所以我那時候 就找了一下 因為前面有講說 各縣市都會公布說 哪些公司有違反勞基法的紀錄 那麼 我就跑去找這個資料 那就找到說 在勞工局那邊有公布說 各地方政府 你假如想要查 有哪些公司有違反那個勞基法 你可以到這邊給一個茶 那進去裡面就會看到 像是 這是台北市政府 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會說 這個是哪一家公司 然後違反勞基法哪幾條 這幾條分別代表什麼 例如說 未達基本工資 例如說 超過時數 然後以及他的處分日期 然後像台北市是用網頁的形式 新北市是給一個以色爾黨 然後以色爾黨 就是這樣的格式 然後這些資料 那時候其實主要花時間 不是在寫程式 那時候只要花時間 就是一個一個打開 然後一個一個用滑鼠複製 然後貼到 貼到我自己的表上 一個一個這樣弄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資料整理 然後我這樣子 把它整理完之後 我就做成了 求職小幫手 這個瀏覽器外掛 那這個外掛 裝上去之後 然後那個求職者 你只要裝這個 你什麼都不用管了 接下來你去逛 那個104 或111人力銀行的時候 只要這家公司 在之前有那個違反紀錄 下面就噗通就跳出來了 說這個公司幾月假如被罰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說 如果他給你的薪水 不會高你還是不要去吧 不過大家應該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是這個開放政治獻金 這個是去年8月的時候提案的 那這件事情是 像我們現在有的政治獻金這個東西 其實好像大家聽到政治獻金 覺得還蠻負面的東西 好像是不是怎麼觀察過 其實政治獻金不算是一個很 政治獻金應該被透明化的東西 就是所有的選舉參選的人 他們都會有個政治獻金專戶 就我今天我要選舉的時候 我的所有支出 我的所有收入 我都要報給政府說 誰給我錢讓我參選 我花了多少錢在做什麼事情 那這件事情只要公開透明 那其實我們拿這個東西出來檢視說 他之後的選上之後 他有沒有去特別對一些公司 或對一些企業 有特別的護航什麼之類的 我們只要拿這個東西來交互審視 其實這些人選上後 沒有那麼敢說 就是光明正大法的事情 就是特別把利益 拿給某些民間企業 所以這東西政治獻金是 因為選舉是要很花錢的東西 所以不能說不應該有政治獻金 但是這東西應該是要透明化的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這東西有多透明呢 那現在這支現金是交給監察院主管 那監察院主管的方法就是 你今天如果要申請 你這支現金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去申報的時候 你要申報給他 你這筆支出是花多少 幾月幾號花的 花在什麼項目 譬如你花在交通 花在雜資 花在行銷 花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你去付給誰 例如說這個家福股本有些公司 應該就是去交易服財買的 然後以及這個對方的統一編號以及金額 那麼你如果要查那個資料的話 現在監察院的查閱方法是 只有週一到週五上班時間 你必須人要親自去監察院裡面 然後你要先事先前一天跟他預約 然後現場只有三台電腦 那三台電腦 你不能就是你不能帶數位檔出來 你要親自在那電腦裡面操作說 你要隨著政治獻金專戶 然後你要設定你要的日期條件 你要的一些有的那些條件 設定完之後 現場印出來一張是兩塊錢還是三塊錢吧 然後你才能夠帶數紙本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公民團體 叫反而四五六 他們就是花了好幾天的時間 進去裡面 然後印出了六個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專戶 就包含了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第十三屆總統 副總統選舉馬英九的政治獻金專戶 他們總共印出了兩千多頁的紙出來 他們現場印出了兩千多頁 然後帶回去 去找一台演藝機然後大量掃描 掃描出來後 他們把這些圖檔全部放到一個水晶碟裡面 總共是12G的圖片 然後他們帶這水晶碟 然後到了GINVN就是黑客森 他們也沒有提案 他們只是在那邊說他們有這個東西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個時候其實 就很多工程師就開始在討論說 那拿到這個我們該怎麼辦 工程師第一時間想的歐斯亞 對歐斯亞看看 但是我們可以看 一來他有浮水印 二來他其實就是 就是 那個他有些數字什麼都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其實像歐斯亞蘭底 中文也沒有還沒有到很完 其實那時候試了好幾道歐斯亞蘭底下去 其實都還蠻悲劇的 那那個時候我就想到說 Google Reclature這個案例 大家應該都有打過這種驗證碼 就是一次要兩組驗證碼 那我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他這邊要兩組驗證碼 其實Google利用這個 其實是利用大家在幫他解決很多事情 例如說 Google有一個專案叫做Google Book 就是Google想要把過去的一些沒有被數位化的書本 可以把它數位化 可以把它變成數位檔之後 然後放在網上 可以Google到這書的內容 那他的做法 在Google花很多錢研究 就想辦法做出來的機器 那機器你把書丟進去 他就幫你頁頁打頁頁頁掃描 掃得非常完整 然後掃描完之後 他再透過Google自己的歐斯亞技術 去一個一個看是什麼文字 但是其實 雖然說英文的歐斯亞很成熟 但還是有些字 Google的歐斯亞可能信心度沒有那麼高 那Google也不希望他把信心度沒那麼高的文字 就把它數位化起來 所以他那個時候 他就把這些 他可能這個字 他信心度沒有那麼高 他就把這個字丟給recapture這邊 有時候隨機會出現 那麼 右邊這個overlooks 是他程式產生出來 所以他的程式知道這個字是overlooks 左邊這字是從他書裡面挖出來 他可能不確定這字是什麼 那麼他就會把這個東西交給使用者 那使用者有時候是為了下載一些迷誤 或下載什麼的時候 他就要輸入這個 他就會乖乖地把這兩個字都打對 那如果今天Google發現 右邊這個東西他打的不是overlooks 那可能這個人就是來亂了 那他左邊輸了就是沒有價值的 但是如果這個人右邊這個東西打對了 表示這個人是很認真的 那可能他左邊輸了也有價值 那這樣他就知道這個字是謀明的 那只要有足夠的人打這一格的話 他就有越來越高的信心說 這個字是什麼字 這是Google利用大家在做的事情 那除了Google不可以外 他還有拿來在Google map上也有應用 例如說Google街景車滿街跑 那有時候他街景車跑的時候 他發現到門牌上面有文字 他也會把文字丟到recaptia上面 讓大家的輸入 例如說這個地方是門牌8001號 所以今天假如Google街景車在羅斯福路上跑 然後發現羅斯福路上面有個門牌寫的是312 然後被recaptia這邊輸入是312 那他就很確定說這位置就是羅斯福路312號 所以我們現在Google map可以那麼準記的 都是靠大家鄉民來購買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能不能把這個想法交給鄉民來做 那麼OCR可能沒辦法那麼準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只是要去做出 抓出框線來的話 好像感覺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差不多花了幾天的時間 去研究OpenCV 然後怎麼樣去線條偵測 然後線條偵測完之後 我就把它一個一個切出來 我就把它全部列在一起 看是不是切得完美 這樣看起來還蠻完美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做一個介面 就是我那時候叫切豆腐 其實我把切出來的豆腐一個一個 讓它可以看說 第幾格第幾格 然後我做一個API 讓你可以得到那一格的圖片是什麼 那我那時候做出來這個之後 然後我在去年4月的黑客森 我就提案了 我就提案說 現在我已經做出這個API了 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出一個 像是recaptia一樣的機制 讓鄉民來幫我們把這些東西數位化 然後於是當天就有一位叫Timothy的工程師 他就花了一天的時間 就完成一個這樣的介面 就是這邊會隨機的從我那邊切豆腐 噴出來API抓一張圖 然後這邊鄉民們就可以送出自己的文字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時候就是程式碼都有放在Github上面 所以現場也有很多人看到有些功能他覺得可以增加 例如說 加上什麼按滑鼠右鍵可以增加自動完成功能之類 就你之前有打過這個字 像是有一些什麼會計科目其實很常出現 那麼就可以透過說你自己有打過 然後你打第一個字他後面就幫你自動完成 這些功能就慢慢很多人透過Github的Pool Request 送了很多新功能上來 所以就讓他的功能越來越完善 然後後來總共2600多頁的文件 三十幾萬格 在24小時內丟上包包板之後 鄉民那邊24小時就把它全部打完 而且那時候24小時打完之後 大家還欲罷不能 就是過一個禮拜大家還持續再打 所以到最後一個禮拜之後 平均每一個有六個不同的人輸入過 所以後來因為平均 像之前就有很多人問我們說 欸我不想打錯了怎麼辦 這樣會不會太知道錯誤 我說沒關係 因為後面就會有更多人補充正確答案上來 所以之後幾乘黑客的時候 我們也有拿這個資料 就是大家輸的資料 然後去做一些 去把它統整起來 然後去找出最多的輸入 然後我們把那些會計科目的數字加裝起來 再跟監察院公佈的那個會計表 因為監察院是有公佈一個 這個科目總共花多少錢 結果我們發現大部分數字都是百分之百吻合 那時候看到也嚇一跳 然後後來也有很多人就拿了這些資料 來做一些視覺圖表應用 例如說像有人就是拿 拿這些支柱項目做成一個這樣子 這是馬英九的專戶 那我們發現說 他其實錢花超級兇勢在做 就是交給我一家行銷公司 那家行銷公司幫忙做行銷 這家叫2008 然後他的收入也很有趣 他的收入有一半以上都是國民黨錢給他的 所以有黨產真的是選舉就不需要太多錢 不需要自己去募太多錢 然後後來也有人做了不同方向的視覺圖表 他把每一個人的專戶 就是他所收入的金額款項做統計 例如說像這個是徐耀昌的專戶 然後他的收入 十萬元的有七十億筆 兩萬元的有二十四筆 然後支出是有多少筆 他把它做成這樣圖形分布 那麼其實後來這樣子整理之後 我們發現到很有趣的事情 這個是第一屆新北市朱立倫選舉的時候他選舉專戶 我發現到說有在他那時候是十二月一號選舉 所以這次選舉選舉的那一天 那時候發現有八百多筆 就是五百元或一千元 而且都是給個人的支出 人事支出 所以這個錢到底是什麼呢 是走插工嗎 其實蠻可惜後來沒有媒體追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有一個基督教團體 他們說他們手上有一本安美族語字典 然後他們願意把這個字典放出來 因為這個字典為什麼是在那個基督教團體 因為那時候就有一些基督教教師來傳教 然後去當初他為了傳教時 他有整理就是整理一些 比如說安美族語跟國語跟英語之間的對照 那這個是方明義教師他整理的 那時候在基督教團體他們手上握我這本書的版面 他們決定要把這本書公開 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 那時候這本書公開之後 就有人想到說那我們可以用一樣的 就是用政治獻金的做法 我們交給鄉民把它的數位號完成 那麼他沒有像那個政治獻金一樣是一格一格的 但是那時候的想法是 沒關係我們不需要一格一格 我們一行一行給鄉民做好了 那時候的做法就是圖片檔進來 然後首先先畫一條橫線 然後那條橫線慢慢往下移 往下移 然後只要遇到都是白色就表示斷行了 所以透過這樣就可以切成一條一條一條 所以像之前的政治獻金 我們說是切豆腐 然後這邊是說是在切豆絲 然後這個就是 因為之前那個 之前政治獻金有很多人沒有參與到 所以很二玩 所以那時候看到有這個東西 也有很多鄉民參與 所以後來也是一兩天的時間 就全部都打完了 然後後來也都經過 就經過教證 就是一教二教 然後就大概也重過輸了好幾次 然後再來這個資料是官務署進出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是我去收集的就是官務署 官務署它的所有商品的進出口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資料 是我在2013年11月的時候 我那時候跟朋友去居酒屋吃日本料理 然後那時候他小菜端上來一盤飛魚卵 然後因為我自己很常去綠島玩 我知道台灣的飛魚 其實差不多是3到6月 但那個時候11月 11月為什麼會有飛魚卵 該不會他放在冷凍 會冷凍的半年才來吧 所以那時候我就叫店員過來說 為什麼你這邊會有飛魚卵 現在應該不是飛魚季吧 然後店員就說 因為這是日本盡頭的 我想說日本盡頭 也不對啊 日本氣候不是跟我們一模一樣嗎 所以我就抱持著疑問 然後回家就開始上網查查 結果因為我上網查查 才知道原來不是日本盡頭 是秘魯盡頭 就是因為秘魯在南半久 它的氣候正好是隔半 就跟我們隔了半年 所以我們的飛魚季3到5月 那他們的飛魚季 差不多就是10月到1月左右 所以這樣就很合理 那我就開始好奇說 有沒有地方可以查詢到 就是這種貨物的進出口 然後我就找到一個財政部的官務署 他就是有公佈在海關那邊 所申報的各種進出口的資料 而且其實公佈的還蠻詳細的 就是他有每一個貨物的品項 然後那貨物進出口的 進出口到哪個國家 然後進出口的數量 數量的話單位可能是 或者是重量或者是數目 然後也會有那個 他的價值 就是申報的價值 那其實這些資料 感覺很有價值 那我就想說 其實他的介面也還是蠻難用的 所以我過去的習慣 我就先爬下來再輸 於是我就把它爬到了 我要爬到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在這邊查 我這邊資料都有完全公開 從民國八十幾年一直到現在的資料都有 他公佈大概會晚 會晚兩個月 所以像昨天才公佈 今年一月份的資料 那我現在一月份 我現在城市正在跑 所以等下晚一點 大家應該可以找到 一月份的資料 那我後來也把這個資料 拿來做一個視覺圖表 就是我把它 這邊是各個國家 進出的國家 然後這邊是 就是各個國家的數量 那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時候圖一做出來 就是會發現 這是豬油 那豬油我們會發現 之前本來都是從美國 或是加拿大進口 就突然有一年就變了 然後 這年是2008分水裡 那剛剛介紹一些 是我自己做的專案 那我再來介紹一些 是臨時政府的專案 這個國會大代制 國會大代制 是主要是 像我們現在 立法院 立法院很重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修法 就是有些法律可能 已經不合時宜 他要修改 那修改的時候 就會有立委提案說 要怎麼去改 那怎麼去改呢 就會去 你去立法院 就可以找到一個像這樣的文書 它裡面會記錄了說 這個是哪些委員提的案子 然後提案子是為了什麼 例如說這是為了 這是多元成交法案的提案 它是為了要多元性別的平等 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然後 這個文件你進去看 會看到說 它會整理出 原來現在的民法972條 寫著 婚約因由 男女當事人自行定定 那麼 這立委提案是 想法這個東西改掉 把男女改成 不分性別 性情向性別認同 之雙方 所以 一個修法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文件其實有二十幾頁 正常人應該是沒有耐心把它看完 然後另外就是 正常人沒有耐心看完就算了 那如果今天我想把這東西分享給朋友看 我也不可能把PDF丟給他 因為丟給他是正常人 他也不會去看完 所以 那時候就有人提案說 那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做得更人性化一點 於是就做出了國會大代制 那下面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 這邊呈現就更清楚 就是原來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修改是什麼樣子 然後以及 提案的委員有哪些人 那提案的委員你可以點進去說 這個人還有提案過些什麼東西 然後以及 這個提案過程到哪裡 比如說一讀二讀三讀 所以如果 進來這邊之後 其實 比剛剛那份二十幾頁的PDF 看來得多 而且 其實一頁的資訊 可能就抵了二十幾頁的資訊 而且這個東西要分享也很好分享 因為它就是個網頁 然後再來一個專案是盟點 盟點這個專案是 因為 大家應該有用過教育部字典嘛 教育部字典其實很好用 就是有時候你不知道什麼字的時候 你貼上去查一下 但是其實教育部字典也還是 就是 漸漸上還蠻難用的 就是 一樣就是你輸入也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 你要找事情 你要回到DES 什麼的 那些操作都很困難 那 其實教育部有花很多人力 去編寫各式各樣的字典 這些字典其實都非常有價值 無論是國語字典 無論是 它有迷南語字典 有 課語字典 然後 教育部那時候 為了要推廣 就是給小孩子推廣的那個筆順 所以它有做一個 標準字體筆順網 那它這邊是用Flash 然後做出像那個 就手寫的筆畫的那個順序 讓小孩子可以參考 所以教育部那邊是會有非常非常多 有價值的資訊 但是其實它這邊每個網站 對政府來講 都是一個外報出去的法律標案 一個標 開罵標案 所以這種標案 其實你要把這些網站整合起來 以政府來講 不太可能做到 那時候蒙典團隊 就覺得說 我們都會把這些資訊整合起來 然後 那時候提了一個名詞 叫做還問於名 就是我們要把這些文字 我們要讓全民都能夠自由擁有 所以那時候就做出了蒙典 那蒙典的話 他網址在這邊 M-O-E-D-I-C-T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之後 大家以後再也不用去教育部字典 用這個就好 然後 它就是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它整合了非常多的字典 無論是國語字典 無論是米南語 無論是客家語 甚至後來蒙典也做出來之後 在中國那邊也有研究國文的學者 他們也提供了 所以它翻譯這非常好用 所以他們也提供了他們手上的兩岸詞典 用語詞典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它匯入進來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把教育部詞典的例句放進來 然後並且各式各樣英文翻譯 法文是好像有一個法國研究中文的學者 他那時候發現蒙典後 他也把自己手上的中法字典丟過來 然後像這個地方有一支筆 你點進去的話 你就會看到美麗一致的效果 老中有沒有想起背景音樂 我今天跟那個交大學生講到這邊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他們應該沒有人知道這個是什麼 然後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教育部辦了一個磁點卓木鳥活動 因為其實教育部字典已經編寫了十幾年了 因為像我自己大學 大學那時候就很常 十年前畢業了 那時候就很常在用教育部字典 到現在還是有時候查證還是會去 那但是十年多 其實教育部字典難免也都會有些錯誤 那教育部自己也不太知道說 應該要怎麼樣去找出這些錯誤 所以他就辦了一個磁點卓木鳥 就是希望大家能不能 如果你有發現到有錯誤的話 你可以回報給教育部 然後教育部就可以去把它趕掉 那他辦了這個磁點卓木鳥的活動 說你如果有回報的錯誤的話 我們可以送你去突出禮券之類的 那磁點團隊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們也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們用一些比較現代化的做法 然後於是他們就去找出裡面 就是教育部字典裡面所有的例句 然後找出那種例句有沒有兩句 長得幾乎九成九相似 但是只差一個字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做出一個 這樣磁點卓木鳥的一個系統 這系統就是把所有的 剛剛講的這種九成九相似 但差一個字的例句全部找出了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這樣的選擇題 例如說這個多才自勞苦 無用之應許 他發現說在多才出現這個例句 在英雄出現這個例句 但是這邊差一個字 那表示這其中應該有個字是錯的 那磁點當然不知道哪個字是錯的 那麼就交給鄉民們來幫忙吧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來參加這個 這個磁點卓木鳥 你要是很確定哪個是錯的 哪個是對的 你就點那個 如果你都不確定沒關係 你就寫無法判斷 再打下一題 所以透過這方法 就挑出了非常多的錯誤 那麼當初磁點卓木鳥的活動結束的時候 大部分呢 他那時候分小學組 中學組 公眾組 社會組之類的 然後各組的第一名第二名 都找到三四個錯誤 那麼 猛點呢 總共抓到四千多個錯誤 所以那時候後來教育部 還辦了一個 吃點卓木鳥的慶功宴 就是邀請那個找到處的人來參加 然後他就說 林生不想來多少人都可以 然後這邊有個四零四失蹤兒童專案 這專案是 他們那時候發想的 來自於說 像加拿大那邊 他們會在牛奶河上面寫說 有哪些失蹤兒童 那他是什麼時候失蹤的 他年紀多大 然後 所以他現在可能會多大 如果你有發現到 你有看到類似的人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回報他 這樣幫助那些父母 可以找到他的失蹤孩童 其實台灣也有一樣的資訊 台灣也有這樣的資訊 可以找到 在兒福聯盟那邊 有一個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 也是有這樣子的 那時候就有人提說 像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 404網頁 例如說Google長這樣子 Facebook長這樣子 Yahoo長這樣子 其實這些板位 放的好像也是蠻浪費的 那如果今天 在你找不到網頁的同時 如果能讓你知道說 很多媽媽找不到小孩子 是不是很棒 所以 他們那時候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反正你只要懂得 怎麼去更新你的事物器設計 你願意參加這專案 你就把你自己的事情事業都換掉了 所以那時候也蠻多網站有參與 響應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 全國急診 全國急診 這是 源自於去年 高雄氣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高雄氣爆發生 然後 因為有非常多傷者 然後送到附近醫院時 很多醫院的那個急診室都滿床 然後照常說 有些病人可能要到處亂送 到處亂跑 然後那時候好像也有很多人 就問衛福部說 要什麼辦法解決 衛福部說 因為這資訊很難整合 所以他們 目前也沒有什麼做法 那那個時候就是 氣爆發生之後的黑客松 就有人提案說 那我們 既然衛福部覺得他們做不到整合 那我們明天會幫他做整合 於是 衛福部有公布一個 就是全台灣的重度 急救責任醫院急診 及時訊型 這個資訊 就是有這些醫院 他們是有急診病房的 而且裡面會有他們滿床樹 但是這些資料 是由各個醫院 他們自己去 就是自己 自己開發的網頁 自己外包的網頁 所以每個個事都不一樣 那麼我們不可能說 發生事情也是一樣 一個一個去看哪個是空的嘛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有人提起這個專案說 那我們能不能 大家就開始 每個人認領一家醫院 然後幫他寫一個patter 把資訊即時匯整到同個地方去 所以後來就做出了這樣子的 後來就是 應該有十幾二十個人一起合作 每個人負責一兩家醫院 做出了這樣子的見面 這目前大家去Google 應該是可以找到patter 而且他裡面資訊都還是 即時在更新的 所以衛福部說 做不到的事 其實沒有那麼不容易 只是願不願意做而已 然後再來議員投票指南這個專案 其實議員投票指南也很像 剛剛那個就是 大家每個地方都有選區議員要選 然後也都有立委要選 但是其實我們不知道 有什麼依據可以選 我們通常都是 我們看選舉公報也不太準 因為政見很多都亂寫 那麼那時候就有人想說 因為議員其實有蠻多指標可以看的 議員他的職業就是議員嘛 所以他至少也要去議會開會 然後他的出席率 他的那個就是發言率之類的 那麼議員投票指南就是把這些資訊 匯成起來 因為各議會 地方議會其實都有公布說 我們今天開了哪些會議 今天討論了什麼事情 然後提了什麼議題 就像剛剛我提了立法院那個議案 這些議案哪些人提案 然後投票結果怎麼樣 這些都找不到 但是大部分也都是pdf 或者黨之類的 那時候議員投票指南是 就是有一些叫LI的 他先做出一個基本俗行 然後做出一個縣市 然後後來大家再認領其他縣市 然後一起把那些縣市的pdf 或者黨那些資訊整合在一起 然後就做成了議員投票指南 那他整合了非常多的東西 例如說像是議員分配款 就是像各地方議員 其實他們都一年都會有幾千萬的分配款 這分配款就是 他可以自由決定說 這個錢他要地方政府做什麼建設 例如說我想要在我家門口弄空牆 這是他的權利 就是他議員的權利 那麼這部分他就整合了說 這個議員分配款 他這個議員分配款做了建設 就是讓哪些公司受益 這邊一看就可以看到 那麼其實議員投票指南 跟立委投票指南 也整合了很多資訊 例如說像剛剛講的投票傾向 所以像之前那個 要罷免蔡正元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人說 罷免蔡正元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他是一個黨裔立委 他不是民意立委 因為他從來不拖黨投票 那那個蔡正元就在媒體發言 我哪有從來不拖黨投票 我拖黨投票可多的人 於是立委投票指南人 就一查沒有一次 從來沒有 他永遠都跟黨鞭頭一樣的票 後來也覺得說 這樣講不對 因為立委投票指南 那時候只有拿最新兩年的時間 最新兩年的還沒有爬舊的資料 所以有可能他以前是 所以不能這樣子誤賴他 所以那時候 立委投票指南團隊 就為了蔡正元 所以把前幾年資料 全部都處理過一遍 就發現他真的從來沒有 所以其實這邊就會變成說 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選立委 或選什麼 這邊是有非常多可以參考的 那麼 其實剛剛講很多 都是跟open data有關的東西 那我這邊就開始介紹一些 對於open data的一些經驗想法 以及我對open data的了解 其實最近open data會那麼盛行 我覺得應該是要感謝歐巴馬 因為歐巴馬在2009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參選總統的時候 他提了一個證件說 他當選後 他要做一個開放政府 並且他在2013年5月9號的時候 他在白宮發佈了一個行政命令 一個很重要的行政命令 他要求說美國政府部門 接下來的資料都必須要公開 就要以公開 以機器可讀為優先 那我覺得講公開這件事情 那個我覺得 還OK 就是很正確 但是OK 但是講機器可讀 在一個總統講出一個 machine readable 這個字 我覺得還蠻訝異的 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有machine readable 才能夠做後續很多引用 那 那個Chico W之父 Tim Berners Lee 他有提一個 五星Open Data的一個概念 像我玩Open Data 玩了幾年後 我發現他提出來這個 真的是太有智慧了 那 這個五星Open Data 是什麼呢 首先他說 最重要的 一個Open Data 要能被稱為Open Data 他必須要能先做到的 就是開放授權 這個東西有多重要 像現在其實政府有很多資料 還沒有Open的 他會說你這個資料 限學術研究使用 限什麼什麼使用 然後你要使用時 你還必須要去送一個申請單 說你是什麼單位 你為什麼要使用 那這個都不是Open Data 因為他沒有Open Access 所謂的Open Data 就是你必須要能 無任何後顧之余去使用它 你怎麼使用都不會有人去Arcue你 你要拿來商業使用 你要拿來幹嘛都可以 當然你如果拿來做尾巴的事情 那你要受法律 但是你對於資料本身 你擁有最大的自由 那這個東西重要 還有一點像我舉個例子 說像現在很多攝影師 很多攝影師 也沒有很多啊 少部分啊 有些攝影師 他會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他會把這些照片 丟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 然後讓大家很方便下載 然後並且會加很多的那種 就是對照片的關鍵字 讓大家很容易找到照片 然後有一些懵懂無知的大學生 為了要做PowerPoint的 就是做學校簡報的時候 他覺得想要漂亮一點 他就找這些照片 然後就找到這個照片 然後把他放到PowerPoint 放到哪裡 然後後來被這個攝影師抓到之後 這攝影師就直接去報警 說這個人違反著作權 然後要告他 然後通常因為台灣人 父母也會嫖怕是說 不要去警察局 不要去訪問什麼 所以通常就會私底下和解 那和解機通常就是五彎起跳 所以很多就是無良的攝影師 其實會用這方法來賺錢 當然有利的方法 那所以其實大家無論是在用資料 或是在做任何事情 其實可能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License這個東西 不過我自己是 像針對政府的部分 我是覺得政府的東西 造成應該全部都要公開了 所以像公司知道什麼 我都管他的 就先抓再說 不過如果是民間資料的話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麼首先有了License之後 再來兩顆星就是做到機器可讀 因為其實很多資料 政府手上有很多資料 他們是沒有數位檔的 所以他們 我們不可能要求政府 要想辦法把人力把東西數位再公開 所以政府你只要願意宣告說 我這東西openize 大家可以願意使用 那麼其實就可以由民間 有很多力量去把這些東西 想辦法轉數位化 那如果政府手上已經有數位化 那當然歡迎政府把數位化丟出來 所以兩顆星就是機器可讀 機器可讀的話 像是Excel啊 PDF啊 Word啊 這些都算是機器可讀格式 所以你有這些格式的話 其實至少你可以用滑鼠複製貼上的方法 整理出你要的東西 或者是Excel其實有一些基本的 有一些open source的一些Library 可能可以稍微解析一下 所以你今天知道變成兩顆星了 你今天用Word的檔 用Excel的檔 這種格式放出來的資料 就算是兩顆星了 那到三顆星的話 重點就是 它是要有一個open format 那也不只open format 它的format的說明要足夠清楚 要能夠讓你很容易用 程式很容易用 就是你有辦法去借借它 因為像Excel 政府有很多Excel表格 例如說我們像剛剛那個 這個表就是Excel表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我們要拿來做一些分析什麼的 其實還是要花很多的人工去整理 但是如果今天政府已經講得清清楚楚說 第一個欄位是名稱 第二個欄位是合計 第三個欄位是什麼 或它已經把這個資料攤平了 說主管機關是什麼 那麼它透過足夠的文字說明說 這個資料長什麼樣子 它有什麼欄位 然後它透過的是一些格式 例如說CSVR、JSON 這些程式比較好處理的 那這樣子對於我們做資料分析 資料應用 其實比給一個這樣的word檔 或Excel檔會方便得非常多 所以當只要政府願意放到這樣的資料的時候 那這樣的資料就是到三顆星了 然後到了四顆星就是要有URI要有固定網址 那有這個的話會有什麼好處呢 像政府 我們大概有沒有人有上過Data.gov.tw這個政府 希望知道平台的 大家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可以逛一下 帶大家逛一下 那其實到了三顆星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CSV檔 給你一個決定檔 或者是給你一個比較開放格式的檔案 但是給你這個檔案 你還是要下載下來才能看 而且今天假如裡面資料有做修改 你可能 你必須要整包下來下來 你才能去找到 你重新倒入一次 你才能找到哪個資料去修改 但是有了URI之後 URI就像個身份證一樣 它幫每樣的資料加上一個身份證 並且加上一個獨立網址 那你以後你要看單一筆資料的時候 你只要去這一個獨立網址去看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這一筆資料的更新一層 你不需要整包下來下來 然後一筆一筆看才能找到 而且當每個資料都加上一個身份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之後 其實這個資料我們要拿來溝通 要拿來做一些應用 就會很好做 例如說像地名這種東西 假如我今天用台北市三個字 其實台北市三個字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的資料組他用的台是簡體的台 有的資料組用的台是繁體的台 那今天A資料組用簡體的台 B資料組用繁體的台 要不要統整成其中一個格式 但是如果今天能夠幫這資料組 都上一個身份證字號 例如說用郵遞區號 郵遞區號沒有很好 因為像新竹這邊 整個新竹市郵遞區號是單一的 不像其他地方什麼 台北 其他縣市區都是有分開的 那像那個如果是地理的話 內政部有一個行政區代碼 那種東西就可以適合當身份證字號 只要政府願意放出來 資料組有告訴你說 這個資料有什麼身份證字號 有這樣的資訊的話 那這樣就是一個四顆星的資料 等於說方便你之後要做應用 或是方便你要去檢核單一筆資料的更新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去整包下載 那下一步就是到五顆星 就是當你這個資料組 能夠跟其他的資料組做連結的時候 就是例如說 我今天有個資料組是台灣公司資料 然後我可以從台灣公司資料 找到這家公司 他在官貿的進出口資料 針對這家的進出口資料 我可以從這個A資料組 跳到B資料組 那我從官貿進出口資料 進出到哪個國家 我可能又可以跳到另外一個資料組 它可能是航運的航班資料 我就是可以從那種資料之間連結 我能夠很輕鬆找到連結 而且這連結很明確就是 是這個公司就是這個公司 是這個國家這個國家 那麼我們只要從一個資料當入口 我們Internet就有非常非常多資料 讓我們做連結 那麼我們過去的搜尋引擎 只能從文字去搜尋 內文去找這個東西 那麼我們以後 我們是可以從知識的角度去分析 我們進一個知識的起點 然後我們可以從這個知識出發 我們從公司資料 我們可以出發到貿易 我們從貿易資料 可以出發到航線 從航線 我們甚至可以出發到氣象 我們從各式各樣的資料 我們都可以跳來跳去 那這樣子 以後的網路的知識 就可以變得非常的完整 那這樣就是到五星的Open Data 那麼其實五星目前還蠻玄幻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能做到五星的沒有幾個國家 那也是我們現在在農業目標 那也就是如果大家之後 在玩資料的時候 其實也是可以從這個角度開始 就是一顆星一顆星的去把資料整理好 例如說 如果你今天手上 能夠得到一份你想要處理的圖片檔資料 那你可能就要想辦法把它從一顆星變成兩顆星 你今天拿到一個理事有檔 你就要有辦法去把它兩顆星變成三顆星 然後拿到一份就是有 譬如台北市有什麼公司名單 有辦法把它換成一個共通的URI 就是換成地址 換成那個代碼 或換成公司同一編號 這樣方便能夠跟其他資料做統整 那麼其實只要做兩個資料組的就贏 這件事情 能做到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非常強大了 那麼如果大家之後想要抓資料的話 其實有這些地方可以抓 例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政府的資料開放平台 這個是2013年5月1號開的 那個時候是張善政 那時候他還當政委 他那時候還沒有當那個 現在是副院長 那張善政當政委的時候 那時候行政院交給 把台灣open data 推廣的任務交給他手上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他有要求行政院 他那時候交給行政院研考會 去研究國外做法 然後在台灣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data.jv.w.是演考會動的 那那個時候行政院發給全台灣各部 就是政府各部門 一個命令 就是說在2013年5月1號 data.jv.w.開通之前 每一個政府部門都必須要上傳五個資料組上 但沒有要求說是哪五個 因為行政院自己也不知道大家手上可能有些什麼 那時候行政院打的主意就是 反正讓大家自由上傳 然後之後事後大家可以比較 到底哪些政府部門是開放的 哪些政府部門是封閉的 那時候像我們喜歡舉的例子 就是像教育部 教育部後來那時候他放了幾個資料組 第一個資料組叫做大學名錄 一個CSV檔大學名稱大學弟子沒有 然後第二個資料組叫做高中名錄 高中名稱高中弟子沒有 然後第三個資料組叫國中名錄 第四個資料組叫國小名錄 第五個叫幼稚園名錄 然後還多送個高中名錄 所以他還給六個他不止五個 這樣是好的資料嘛 好像沒有任何價值 一顧我都顧得到 因為其實教育部 教育部其實手上有很多資料是可以放的 例如說各大學的學費分佈啊 各大學的學生人數 各大學或大考中心的那種 聯考人、利貸人、分數什麼之類 這些數字都可以拿來讓大家做非常多分析了 比這種給地址真的好太多 而且你今天給地址 你還不如給坐標 讓大家在地址上標還可以快一點 後來在2014年的1月1號那時候 行政院給各部會的下個任務 就是上次的任務是五個 這次的任務是三十個資料組 所以現在至少各部會在上面都有三十個資料組 現在總共有七千多的資料組在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之後 有想要做一些什麼樣的Data應用的話 這上面都可以自由使用 所謂Open Data其實就是Open Open就是你要怎麼使用都可以 你要拿這些資料做商業應用什麼都隨便 所以下載下來後你要做什麼就隨便 那這邊 像第一名就是剛剛講的十家任務 這個資料的確就是大家會很想用 很常使用 然後其實台灣的那個開放資料品還超級多 這邊就有列了好幾個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各地方政府 或者是各那個行政單位都自己又有幾個外架一個 那麼剛剛這次Data.G1.TW 這上面是政府放出來的資料 但是政府放了很多資料 但也很多資料政府還是不願意放 那麼靠G0V社群也就是抓了非常多資料下來 那G0V社群抓的資料都會放在Data.G0V.TW 所以有一些資料可能也可以上去那邊找 或者是G0V社群有的資料也放在G0V Data上面 G0V這個帳號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 如果有的時候那個資料真的找不到 你就只有網站的話 那麼這邊有一個G0V的專案叫斧頭幫 這也是我發起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就是 那個反正今天沒有資料嘛 那我們就自己看資料吧 我開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習慣用的語言 像我自己也習慣用PHP 那G0V社群好像最多 大家最習慣用還是JavaScript 那麼也有人可能用Ruby 又Python用各式各樣的 那麼 所以我也 我也不太可能說我寫個PHP 教大家怎麼用PHP 然後大家趕快跳到PHP陣營之類的 所以我那時候 那我換個方向 我不教大家就是怎麼用PHP寫 我做出幾個 常見的政府網站的pattern 然後在這邊 譬如說 這是最基本的網站 就是網站裡面有這樣的table 那麼你只要能夠把這樣子的table 轉換成這樣子的Json格式 那你就過這一關了 就表示 那個 斧頭幫等級1的政府網站 你都可以抓下來 那麼 你如果就是 大家可以試著用自己熟悉的語言 去試試看來挑戰這個第一關 挑戰完之後 你可以看下面 下面有Facebook comment 就是 這邊有之前過關的人 他們把自己寫的程式碼 丟到那個GitHub上面的程式 所以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你有沒有人程式用的跟你一樣的 那你可以來看一下 他是怎麼寫的 有沒有比較好的可以參考 那麼 其實這邊大家可以自由看其他關卡 例如說 大家後來有分頁的時候 比如這個是新竹市的春梨掌門單 分成12頁 那麼 像這種有分頁的 你要怎麼寫成字去爬 一次把它全部爬完 然後或者是到後來 政府有一些是會 那個 他是只有下頁下頁下頁 而且他的網址是用 譬如這邊寫page等於next這種寫法 他不是用page等於page等於2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station傳進去 這個就是大家 可以練習一下 用自己熟悉的語言 謝謝謝謝看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人 就是用跟你一樣的語言 可以讓你參考 那麼也歡迎大家就是 自己爬下來知道 也可以丟上 Data and Jimmy的Data Group 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就是 把一個人爬完後 大家都可以受益 然後臨時政府呢 那個合作模式 我這邊分享一下 就是民政策合作模式 我這邊分享一下 有用了非常多工具 例如說像github github大家用很兇 因為大家城市都往上丟 而且像github現在 也越來越堵大了 google code的前景就要關掉 所以建議大家都轉到github去 那github其實有很多好處 像是 它有pro request的功能 所以其實 任何人都可以 針對你的專案 然後做一些 就是幫你加些功能 然後看你要不要接受進去 然後也有一些 開issue功能 可以讓大家 大家有發現bug 都可以提供給你 所以其實有很多github 就是連github 專案裡面的一些 譬如說設計師啊 或者是有一些 做文案的 或者什麼 他們都會去學著用github 並且怎麼樣用github 去跟功能溝通 然後github也用了很多 共筆工具 例如說像hackpad hackpad的話 它是很像google doc 但是它的功能著重於共鳴 就是它把多人同時一起編輯這件事情 做得很順暢 而且它的那個就是開文件 就是很輕鬆可以開好文件 然後不需要註冊帳號之類的 那像很多github專案 都是有人譬如說有個想法 然後他就開一個hackpad文件 然後把 覺得他發現什麼社會問題 然後他覺得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他可能只寫出一兩段話 他把hackpad文件開出來後 他就把hackpad丟出來 其他人對於這個想法 有覺得有一些延伸想法 或者是想要補充什麼呢 大家都可以自由進來編輯 那一份文件這樣 編輯到後來 編輯一個幾天之後 其實雛形越來越清楚 那後來 程式設計師可能就可以透過 這種文件的想法 開始把功能實作出來 那這個共筆文件 hackpad除了拿來做這種專案規劃以外 也很多人拿來做那種主字 演講主字搞的那種共筆 例如說可能 今天有一個演講很不錯 那演講者有把演講內容 讓大家可以自由公開 自由使用 那就會有人認明說 那我們四五個人合作 就是一人聽一句打一句 然後我們最後把它全部寫出來 那在那個hackpad上面 要這樣編輯其實是還蠻輕鬆的 然後除此以外 Google Dark也還是蠻多人在使用的 反正也是可以線上寫作 以及hackfolder剛剛有提到說 他是可以把 因為hackpad的強調是一份一份文件 但是有的時候我一個專案夠大 或是一個事件的時候 我會想把很多東西統整起來 那這時候就可以用hackfolder把它統整起來 然後GNV做事也很強調 就是 就是你因為生氣而想做什麼 例如你看到什麼社會事件很氣很氣 然後你覺得 你不要光生氣 我們想一下 有什麼辦法讓這些事情可以解決 所以 其實我覺得就是大家平常 社會上看到什麼事情 生氣 就是生氣完之後 就想一下 你能辦法解決 然後可以到GNV這邊開個坑 之後大家 我們怎麼把這事情解決吧 但其實也不一定要生氣啊 就是 像我吃個飛魚肉 我也可以去找 抓一下那個官報的資料 我也沒人生氣啊 吃得還蠻開心的 反正就是可能 我們生活中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都可以把它收集下來 然後如果還想要了解更多的 關於聯繫政府的話 像聯繫政府官網在GNV的TW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加入方式 或是也有Facebook的後勤中心 這邊有很多就是會在上面討論專案 不過比較不鼓勵大家 在後勤中心上討論專案 因為Facebook是一個很封閉的地方 就是Facebook上 你在上面打的東西 其實你在Google跟Yahoo是搜尋不到 所以都在上面的東西就死掉 像我之前看到有人講的文章就很有道理 說 現在台灣的社運 靠著Facebook變得很興盛 是好事 但也是一個很大的悲哀 因為20年後的歷史學者 假如想要找這段期間 社運的一些相關政策討論 找不到 都在Facebook上面 如果你今天能放在 譬如說 Google的新聞群組 或放在部落國放哪裡 其實20年後你要收集都很好收集 像我們現在假如想要找2000年前 欸不是不是2000年前 7年2000年 Motorora T28出來的時候 大家的評價其實都找不到 但是現在你想要找Facebook上面 大家對於iPhone4的評價 你可能就找不到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盡量還是不要 這邊還有其他管道 像虛擬幣有IRC IRC上面平常都掛很多人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討論 然後Handpad上面的東西 其實打下去顧問都是找不到的 那關於今天的內容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跟深入了解 我有問題 沒有嗎 OK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剛剛你說你有用很多爬蟲 但是同學說到很多地方有那個CAPTCHA 那這件事情是怎麼透過技術上面去克服 你用程式去抓它可以避破 它需要那個human innovation 好 那像我剛剛講的 台灣公司知道那個應該算例外這種例外 就是人看有CAPTCHA 但是機器人爬蟲不需要 但是大部分的政府網站 它的CAPTCHA不是你查一筆 它就要你輸入一次 大部分都是你輸一次CAPTCHA之後 你的那個Session可能就是半個小時內 都不用再輸入了 所以我要是能在那半小時內 把資料抓完就好 那如果真的是每一筆都要查一次 那有像我之前那個 實驗登錄那一次 我後來有找一位 我那時候 因為它的CAPTCHA很簡單 所以我那時候用OCR軟體去做 然後就一樣 反正那時候OCR軟體精準度八成 那就表示我十次中兩次失敗 沒關係 失敗我再重述一次就好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它CAPTCHA夠簡單 其實OCR軟體就可以 那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話 就是 你把那個人工輸入數的東西 可能還是要抽出來自己做 因為我以前也有過這樣的 就是把人工 就是它只要出來要輸入CAPTCHA的時候 我就要自己輸入 然後層次就繼續跑 那我就變成說 反正我只要專利輸入CAPTCHA就好 其他事情交給層次 就很大約就這樣子 那其實如果是政府資料的話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對這資料有需求的話 我覺得 去Data的Gelting Data上戳一下 問它們能不能直接公開 其實現在政府單位還蠻多 想法越來越開放的 他們只是不知道民間有什麼資料需求 那你要是願意跟它講 你讓它知道你有什麼需求 現在很多都是願意公開的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那我補充一下 就是關於今天的這個題目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回去可以再想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四月的時候會有一場黑客送 對 那我們那一場黑客送 其實沒有說大家一定要就是 當場一定要做出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可以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 就鼓勵大家能夠 在那一場黑客送 多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或一些想法 就像今天羅尼跟我們分享一樣 我們繼續有一個angry driven 對 angry driven的一個方式 對 我們看見某些事情很不爽 很不滿 所以我們就主張去想辦法去解決它嘛 就提出一個案例 然後找到就是你的自同道合的夥伴 這樣子 我們其實第一場黑客送 主要目的是 是這樣 對 那其實就今天真的還蠻感謝Wenny今天來分享 就是 他過去再來就是參加各大黑客送的一些經歷 對 那我們就掌聲鼓勵謝謝他一下 謝謝 那如果大家之後還想到什麼問題的話 隨時都可以email給我 email在同影片裡面也有寫到 OK 我會大概就是 把會後的那個影片跟 同影片再寄給大家 OK 包含三次人 因為三次人那個有一點狀況 就是 因為我用錄影的 我用螢幕截圖 然後他那個google 超過那個時間的時候 就不讓我繼續上傳 所以我還要分 繼續找一些時間 要把它切出一些part 對 我知道有一些同仁 這個 因為上次沒有來 所以要跟我拿 這樣就是 OK 我一直都記得 對 那 OK 好 那我 預告一下就是 因為這個娛樂的那個活動啊 的時間比較特殊 就是 展示時間比較特殊的原因 所以 下禮拜二 我們 一樣就是大家 國際會議題 那 下禮拜二的主題 會比較偏向一點點技術面的 因為那個 下禮拜二的主題 我知道大家都應該有看一些簡介 就是 關於 就是資料視覺化的部分 OK 那資料視覺化那台會有一點點實作的部分 一點點 那 我在想 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很多同仁 我不知道 大家在工作崗位上面有沒有用過一些 公司的一些 log 比如說像是 xplank 有人有用過嗎 就是 你可能把你的東西 然後放在一個測試平台上面 然後那個測試平台 它會產生出一堆log 然後那堆log 可能 可能有一些部門的小組 就專門在把那些log 做一個資料視覺化的部分 對 那這種東西 其實也是跟我們這種資料視覺化的 有一些雷同的關係 所以 大家其實 下禮拜的課程搞不好 也會對大家在工作上面 也會有一些幫助 這樣子 OK 那就鼓勵大家可以來聽一下 那記得是 下禮拜二 在國際會議題 因為 那個禮拜二的產地時間超難定 所以下禮拜 那歡迎就是 各個部門可以帶自己的同仁過來 就來聽一下 OK 那基本上今天就到這邊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來 再來 再來跟我們 聯絡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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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沒有簽到 可以簽到一下 因為那個 我們要統計一下 對 不好意思 社員 社員 對 那個 演講 OK 沒問題 看 整個 拍得 1 2 4 3 那是講那個 鞋座好嗎 那我就現拍Demo 然後 那是你的還是講師的那個告知 是要從事 OK 你來就有開拉就發現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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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個是我們那個 我們有講師的五個人繼續 我要留下這樣嗎 現在課表有一個統一的就是公布一下 那現在都太不確定了 因為我常常對我想 然後就很高級高的 有像有不準的 我們就是正傳經驗 我們去重計 然後去公布一下 對 我們正經驗的正傳 是大家的腳杯 對對對 然後是 如果 你們一個人的設備講多少 一年 一年 一個人兩次賣 他要記那個後影片的時候 對 差不多兩天左右 他每次有確定的確定 就是 然後就是 今天就是大家腳多少的設備 如果有提醒的設備 沒有1比1 沒有1比1 這是補一個 但是有看志願室 所以我會等 OK 不好意思 有問題想請 不要 我們直接 open data的東西 就是 現場大部分就是著重 在這個程式設計 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在下面 就是 有搞混到 或是 有一方之中 我們會再整理一下 例子 或是比較好的方式 或是講到開放的平台 其實像現在大部分的資料 就是會有CSV 就是會有CSV CSV其實可以用 做一些簡單的